那大家休息好了 下个星期一 是这个第二个十二月的新月 我们来做一个新月的祝福 十二月新月是即将来到的第二日 愿给我们带来良善 愿那圣者他的名是可颂赞的 更新他给我们 给他所有的选民 以色列家带来生命和平安 阿们喜悦和快乐 阿们救赎和安慰 让我们说 阿们 好那么刚才给大家分享了 这个 尽管 那个神复活在伊甸园里边 能够 这个灵魂能够不断的提高 但是 在伊甸园里边 灵魂能够领受的光 是有限的 对 那叫充满的光 那么却不能够领受到 环绕的光 那么要领受环绕的光 只能在死人复活的时候 只能在死人复活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 唐不得里边说 义人 在伊甸园里边带着冠冕 冠冕 是戴在人的头上 智慧是在人的头里边 冠冕是在头顶 对不对 所以说冠冕代表 环绕的光 那么 所以说 犹太先则告诉我们 在将来 义人会被称为圣洁 Kadosh 圣洁的意思是分离 Move down 意思 就是在将来 义人将超越 伊甸园里边 能够获得的 智慧的层面 因为在《月博记》里边 有这么一节经文 叫 那么这个的话呢 简单字面成 这个中文翻译说 智慧从哪里能找到 那么奥秘成 是告诉我们 智慧能够从 阿尹找到 什么叫阿尹 阿尹的意思 是指冠冕 阿尹就是没有的意思 没有 冠冕 是超越了智慧的潜意识 是灵魂 在伊甸园里边 不能够领受的层面 所以说 Zohar称冠冕为阿尹 要领受这个层面的光 最高的光 只能通过复活以后的身体 所以说 Sever Yitzira告诉我们 Nauts Tehinasan Besofan 开始镶嵌在结束里 意思就是说 什么叫开始 开始就是创造之初的状态 指的是冠冕 什么叫结束 结束是指末后的死人复活 意思就是说 创造最初的光 被隐藏了 只有等到最后 在死人复活的时候 才能启示出来 对不对 以前我们学习陀佬 告诉我们 在创造的第一天 神把光给隐藏了 就这个意思 被隐藏的光 是最初的 环绕的光 被隐 光被隐藏起来了 就叫充满的光 充满在整个世界里面 那么这个光我们今天看不见 那么在将来死人复活的时候 最初的光 会完全的启示出来 所以说同样的道理 拉比在 拉比传统告诉我们 Sof Ma Se Be Mahshava Tehina 最后的动作 在最初的意念里边 也就是说 神创造最初 要想到的 要到最后 才能出现 对不对 那么神最初 创造最初 想到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永恒的光 但这个永恒的光 必须要等到最后 才能 启示出来 但是灵魂必须要先经过一点元 否则 他复活以后的身体不能领受 这最后的启示 因为灵魂必须要首先 在一点元领受上面的智慧 那么最后 按照每个人不同的层次 通过甘露复活 这是以赛亚书26章第19节 告诉我们 甘露 让死人复活 那么犹太先则解极 什么叫甘露 甘露是学习Torah的甘露 是Torah的甘露会让他复活 那么当你从死里复活以后 让你开口说话的是Torah 那么这是真言六章22节的经文 他你睡醒 你睡醒 他让你说话 谁是他 按照上下文 是Torah Torah让你说话 那么这就是你的诫命 很宽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因为行善 施舍这条诫命 的原因 会通过地下的 就下面的唤醒 下面的怜悯 唤醒上面的怜悯 那么神会根据人在地上行善 而打开天上的这个通道 让地上的人 能够白白的领受 来自于恩受福的光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 这条诫命很宽 意思就是说 人通过行善 通过施舍 会让自己的器皿变得很宽 能够领受 从上面来的 白白给出的光 那么这就是耶和华的道路 那么这就是下面的经文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第九十六节 前面一半节经文的意思 从每一个结局 我都看见最后 什么意思 那笔结经 结局 这是灵魂在伊典元的结局 这是灵魂在伊典元的结局 因为灵魂在伊典元里边被限制了 尽管灵魂在伊典元里边没有身体 但它仍然被限制了 所以说才会有最后 那么这里的意思 是被限制在伊典元里面的灵魂 他们可目无限的环绕的光 他们受限于伊典元里边充满的光 因为在伊典元里边有数不清的层次 这个希伯来文叫做 那么一层高过一层直到顶峰 所以说犹太先者告诉我们 托拉学者没有休息 阿里绕结经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的灵魂在伊典元里边 不停的上升 直到死人复活的时候 才能休息 因为我们以前学过 死人复活是什么时候 千禧年开始 那么千禧年对应的是一周的第七天 安息 那么真正的安息 是必须要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说今天人死了以后 那么这个托拉的学者 死了以后也没有安息 也没有休息 对不对 一般我们的说法 人死了就说安息吧 那么一般的人可能有安息 但是如果你是托拉的学者 你没有安息 你在伊典元里边 你的灵魂会不断的上升 没有安息 直到死人复活 好 那么这部分 是哈巴的第一代拉比 他的天娘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哈巴的第七代拉比 在这个概念上进一步的给我们启示更多的奥秘 就是关于死人复活的赏赐 那么在这个哈巴的第七代拉比 他们一般叫瑞比 他说人在伊典元里边 是领受学习托拉的赏赐 人在死人复活以后 是领受行出诫命的赏赐 那么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一个最经典的问题 什么问题 学习托拉和行诫命 哪条诫命更大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个哈巴的第七代拉比 他告诉我们 那么行诫命高过学习托拉 为什么 因为你学习托拉 你领受的赏赐 是在伊典元里边 你诫命的赏赐 是在死人复活的时候 那么死人复活时候领受的光 是大于 伊典元的光 那么 每个以色列人都行出诫命 也就是说 但是学托拉的只有拉比 对吧 按照我们我们一般的认为 认为拉比的赏赐可能大于一般的以色列人 但是这个哈巴的第七代拉比告诉我们不是的 一个普普通通的以色列人 他将来的赏赐要大过拉比 为什么 因为学习托拉的赏赐是在伊典元里边领受 但行出诫命的赏赐是在神复活以后领受 那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伊典元是人死了以后没有身体的居所 灵魂没有身体 在伊典元里边 对于学习托拉 是灵魂的智力 不需要身体的参与 对吧 所以为什么在伊典元里边 是灵魂得赏赐没有身体 但是死人复活 是灵魂重新穿上衣服 穿上身体作为衣服 而行出诫命 必须需要通过身体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概念是一个革命性的 因为我们一般的认为 认为这个灵魂高于身体 对吧 一般我们认为灵魂高于身体 灵魂是本质 身体是衣服 但是 结果不是这样的 按照这个哈巴的 这个第七代拉比 以及所有的哈巴的这种领受 那么他们的领受 在今天 你身体当然不如灵魂 因为今天你的身体是污秽的 但是在将来 当死人复活以后 因为死人复活的身体 是新造的身体 那么那个时候身体是高于灵魂的 而且身体领受的这个赏赐 是高于灵魂领受的赏赐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 每个以色列人 他 他们都会 得着大的赏赐 为什么 因为每个以色列人都行诫命 即使是罪人 什么叫罪人 就是违背 妥华 诫命的人 他们也行诫命 对吧 因为诫命有613条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义人 因为每个人都要触犯诫命 但是每个人他同时也行了诫命 对吧 所以说 塔木德里边说 他说以色列里 以色列人即使是罪人 他们行出的诫命 也像石榴子一样多 那么这就是下面经文的意思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说六十章二十一节 你的百姓全都是义人 维亚美哈 苦难 擦地均 永远得地为业 没有难 以色列人 是我种的树枝 我守着工作 马赛亚代得荣耀 那黑斯帕埃 好 那么接下来 这个拉比给我们解经了 拉比说 什么叫义人 行出诫命的叫义人 但因为所有的诫命 都叫 行善 对不对 因为这个 和这个 同一个单词 对吧 所以说一般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叫 叫叫公义 但其实 这个意思是行善 所以说 你即使是以色列的罪人 就是说你 所有的诫命都 就违背了 你至少行出了一条诫命 什么诫命最重要 行善 你只要行出了行善的诫命 你都算作义人 将永远得地为业 这里的地是指将来世界 对吧 所以这个也很好理解 我们知道 不管是拉比也好 还是新约圣经也好 都告诉我们 所有的诫命 总结成一条是什么 爱人如己 对吧 什么叫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就体现在你行善 对不对 你给别人 你白白地给人 行善 所以说 一个人 行出一条行善的诫命 就算作行出了所有的诫命 因此 算作义人 就因为你这一个义行 你得到的赏赐 你大大的超过了拉比学陀拉的赏赐 而这拉比的解禁 这不是我们的解禁 对不对 这是哈巴的 这个经典解禁 对吧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Tania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今天行诫命的目的 对吧 你说为什么行诫命 行诫命不是为了得救 很多基督徒错误的认为 行诫命才能得救错误 这个行诫命和得救没有关系 得救是白白给你的 你只要是以色列人 你都得救 哪怕你是罪人 你每天犯罪 你照样得救 因为得救是恩典 和你行诫命没有关系 那么行诫命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是将N受复的光 领入物质的世界 那么这个光 在今天通过你行诫命 就把它领下来的 尽管今天你行了一条诫命 你是看不到的 对吧 因为是隐藏起来的 那么这些光 那么这些光 是隐藏起来的 对吧 比方说你今天 爱人如己 这是一条诫命 光就领下来了 你今天帮助了一个穷人 这也是一个善行 对吧 大的善行 对吧 你今天 这个死亡息日 这也是一条诫命 对吧 所有这些诫命 你每行出一条诫命 你就是将N受复 造主的光 把它领入了 这个物质的世界 尽管这个光 在今天是隐藏起来的 什么时候会被揭开 死人复活的时候 死人复活的时候 揭开的光 是源头的光 是以色列的源头 而以色列的源头 是耶和华 那么这个光 是相当的大 大大的高过了 陀佛里边的光 这就是为什么 死人复活的时候 领受的启示 要高于灵魂 在一点源里边的启示 因为人在一点源里边 只有灵魂没有身体 对吧 那么灵魂在一点源 享受的光 是他们生前在地上 学习陀佛的光 这是隐藏的光 这是有限的光 但在死人复活的时候 人会领受来自于 更高端的光 那么这个高端的光 是人生前行诫命 领下来的光 高过了充满的光 那么卡巴拉把它称为 环绕的光 叫Or 一个叫做Or 美满泪 对吧 要记住这两个光 一个叫做充满的光 叫Or 美满泪 一个叫做环绕的光 叫Or So 那么环绕的光 高过 充满的光 为什么 因为环绕的光 是冠冕 而充满的光 是冠冕 下面的九个属性 什么智慧 通达 知识 所有这些 就是下面的 这个生命树 下面的属性 对吧 所以说 那么犹太拉比 解经 以赛亚书 六十四章第三节说 所有的先者 都预言 到了弥赛亚时代 也就是说 圣经里边所记载的 都是观 就是说 最大限度 就到了弥赛亚时代 对不对 那么我们 新约圣经 把它称为千禧年 就说 你看整本圣经 简单字面成 你最多只能找到 关于 弥赛亚时代的启示 关于将来世界 没有眼睛看见过 除了你以外 希伯来文 I know Rasa Elohim Zunnasha 除了你以外 除了神以外 没有人 看见过 或者说知道 将来世界 是什么样的 那么那笔解经 没有眼睛看见的是一点 对吧 这个以前我给大家讲过 一点圆 一点圆 其实是两个地方 一个是一点 一个是圆子 叫一点圆 一点是快乐的意思 但你说问题来了 你说难道亚当被造之初 不是在一点圆吗 答案是 不错 但是亚当是在圆子里边 他尚未进入一点 对不对 这个我们先给大家讲过的 亚当 他并没有进入一点 他只是在圆子里边 他的工作 是要进入一点 结果他失败了 因为一点 代表的是将来世界 那么 这个拉比告诉我们 尽管 将来世界里边 他包含了生前行界命领下的光 但这并不是将来世界的本质 因为这个光在弥赛亚时代 千禧年会启示出来 那么将来世界的本质 是一点 那么这个一点代表快乐 是从赵主 这是赵主从以色列得着的快乐 这是快乐的最高境界 高过通过托拉和诫命 得着的快乐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拧一下思路 那么这个地方 按照这个哈巴的拉比 告诉我们 那么在将来 有三种不同程度的快乐 三种 那么第一层是最低端的快乐 那就是一点园里边的快乐 那么这个快乐 是灵魂的快乐 没有身体 那个时候没有身体 人死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快乐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按照你生前学习 托拉的不同的程度 那么你在一点园里边 人死了以后 你领受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那么人在一点园里边 不断的上升 但是你再怎么样上升 它有一个限度 你不可能超过那个限度 那么这是最低端的快乐 第二个快乐 第二个快乐 是死人复活的时候 死人复活的时候 的快乐 高过了一点园的快乐 对不对 那么一点园的快乐 对应的是托拉的快乐 学习托拉的快乐 那么死人复活的快乐 是你以前行诫命的快乐 行诫命的快乐 高过学托拉的快乐 但是还有一层快乐 是最高层的 是将来世界 因为千禧年还并不是将来世界 对不对 弥撒亚时代并不是将来世界 什么时候是将来世界 千禧年结束以后 一千年以后 那么那个时候 你才进入将来世界 但是将来世界是怎么样一个 一个状态 没有人知道 但是呢 将来世界的快乐 将超过一点园的快乐 和死人复活的快乐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拉比 瑞比给出了一个理由 但我们都不是看得很懂 他说为什么 将来世界是最快乐的 因为将来世界的本质是一点 那么这个快乐 他并不是来自于托拉的快乐 也不是来自于戒命的快乐 而是以色列本身的快乐 你说什么叫以色列本身的快乐 不知道 不知道 对吧 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刚刚才了解这个信息 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呢 他说以色列本身的快乐 是高过了托拉和戒命 对吧 因为按照我们现在学习说 在创造天地以前就有了托拉 有了以色列 有了弥赛亚 对不对 那么托拉里边当然包含了戒命 但是以色列是高过托拉 高过戒命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摩西 看见以色列犯罪下来下山 神要将以色列灭了 摩西说不行 我宁愿把托拉给毁 我不要你的托拉了 对不对 你托拉算什么 直接把两个石板给摔了 不要托拉了 托拉和以色列相比 以色列高过托拉 对 因为以色列的灵魂 它的本质 是耶和华 所以说以色列是高过托拉的 对吧 那么我们今天当然看不到 今天所有的这都是衣服 加一层 穿上了很多层的衣服 很多层的隐藏 很多层的器皿等等等等 但这个地方告诉我们 快乐的最高境界 是在将来世界 对吧 那么 犹太先则解释 托拉和戒命的区别说 托拉 是造物主的智慧 这个我们知道 所以说托拉 是造物主的快乐 穿上的衣服 戒命 是造物主的旨意 希伯来文叫 所以说戒命 是耶和华的本质 穿上衣服 把持木手 这就是为什么戒命高过托拉 对不对 戒命高过托拉 因为托拉 是造物主的智慧 而戒命 是造物主的本质 所以说为什么 经文告诉我们 有何从一点 留下来 浇灌原子 那么从这里我们知道 造要原子里边 灵魂的快乐 来自于上面的一点 但这个快乐 并不是完全的快乐 因为这个快乐 被这条河 给限制 和收缩了 所以为什么 说有一条河 从一点留下来 浇灌原子 这个原子就是一点原 但是一点 是将来世界 也就是说一点原里边的快乐 来自于将来世界 但是它是被打了折扣的 通过河流 因为河流就把这个水流 给限制住了 那么 弥赛亚时代 和一点原的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首先 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 亚当被造之初 是在第六天 对不对 亚当被造之初 是第六天 那么第六天 他是在一点原里边 但那个时候 亚当尚未进入安息日 就犯罪了 弥赛亚时代 弥赛亚时代就是千禧年 对应的是安息日 所以说亚当当初没有进入安息日 也就是说 安息日 弥赛亚时代 是高过 一点原 因为说白了 一点原 对应的是现在世界 六天 六千年 对吧 因为这六千年 每天都有人死 那人死到哪里去 到一点原去 对了 你可以这样理解 那么一点原 就是现在世界 只不过呢 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是一个物质的 那么一点原 是灵界 是人死了以后 灵魂去的地方 所以说它是低端的 低端的 那么 一点原 是灵魂 等候的地方 等候什么 等候神复活 灵魂 在一点原里面 没有身体 所以说是灵界 弥赛亚时代 或者说千禧年 是物界 你说为什么是物界 因为灵魂 在这个时候 穿上衣服了 穿上 重新穿上身体 神复活 神复活 那肯定是物界 对不对 因为你身体 怎么可能进入灵界 对吧 也就是说 神复活 千禧年 将来世界 都是物界 对吧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 我们一般认为 灵界高于物界 但是其实 神最终的设计 将来被修补好的物界 是高过灵界 高过灵界 那么 一点原的光 是充满的光 叫 Or 美马内 那么这个光 是被限制的 被收缩的光 那么因为这个光 有它的限度 它不可能延伸 到物界 这就是为什么 一点原是一个低端 它的光不能够穿透 进入 物界 反过来 在千禧年 N 受复的光 它的无限的纬度 会被启示 这是环绕的光 Or Survive 因为这个光 它更强 它是最原始的光 所以说 它可以穿透 整个 物质的世界 所以说 为什么这个时候 神复活以后 能够领受更大的光 那么还有一个区别 在伊甸园里边 那么灵魂是不断的上升 因为在伊甸园里边 有数不清的层次 但死人 复活以后 就不再做工了 这是安息日的安息 意思就是说 就像我们刚才的事 伊甸园 就相当于六天做工 尽管人已经死了 但灵魂在伊甸园里面 没有安息 对不对 所以说一般外邦人说 人死了安息吧 没有安息 死了也没有安息 当然是针对学土而拉的 因为它的灵魂 继续在伊甸园里面做工 上升 真正的安息 是死人复活以后 在这个地上 为什么 因为 千禧年 对的是安息 对不对 那么伊甸园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 分两大层 上面的伊甸园 刚A等 和L用 和下面的伊甸园 刚A等 和Takton 那么 上面的伊甸园 下面的伊甸园 它里边又进一步分成 数不清的小城 对吧 所以说 犹太先者引用四篇 八十四篇 第八节说 学习土而拉 没有休息 他们行走 利上加利 耶书 美哈 那么 拉比解经说 什么意思 他们 在伊甸园里边 一层 又一层的上升 那么 灵魂在伊甸园里边 它有两个动作 第一个 在上升之前 它必须要躺过一条河 那么这个河 叫火河 Fairy River 那么这个是在 但伊里书七章第十节里边 有提到的 希伯来文叫做 Nehar Dinur 那么这是一条河 里边是火 当然你说这个 这个伊甸园又不是物质的 怎么会有河 这是个比方 看起来像河一样 并不是河 那么灵魂 必须要躺过这条河 为什么要躺过这条河 因为灵魂 通过这个河 浸泡以后 它会忘记 它底层的记忆和意识 进而 可以上升到 高层的意识 它必须要忘记 对 还有一种说法 能够把灵魂 对所有物质的需求 把它去除 对吧 所以说灵魂会过这条河 那么过了这条河以后 那么这个河是横向的 接下来是一个 纵向的柱子 在伊典元里面有个柱子 是上升的通道 灵魂上升的通道 那么这个柱子会穿越 所有的层面 那么这根柱子 也可以消除灵魂 在下一个层面的意识 进而领受 上一个层面的意识 也就是说 灵魂在伊典元里边 上升 它必须要将低层的意识 把它消除掉 它才能够上升 那么火和 它的主要的功用 是消除灵魂 在低层的意识 而阻止 主要是给灵魂 注入高层的意识 那么这就是犹太拉比 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 一层又一层上升 就这个意思 对吧 因为 这都是比方 对不对 你说那个 它又不是物质的世界 什么叫做一层一层的上升 它是灵魂的意识 灵魂的意识 那么 没有修习 代表侍奉 Avoda 意思就是做工 那么人在地上的侍奉 主要有两个动作 那么这是四篇 三十四篇 十四节告诉我们 要离开恶 要行善 所有的诫命 其实就可以总结为两条 要远离邪恶 要行出良善 就两条 两个动作 那么在地上的两个动作 是分别对应灵魂 在一点圆的两个动作 那两个动作 离弃恶 对应的是 是躺过火 火 但是弥赛云 但是弥赛亚时代 死人复活 却不是一层一层的 尽管这个时候灵魂也会上升 但它却不同于灵魂在一点圆里边的上升 它不需要消除之前第一层次的意识 它可以直接领受更高层的意识 对吧 死人复活 说死人复活是高过了一点圆 那么一点圆的光 是充满的光 这个光仿佛 链条一样 一层又一层的下降 进入受造界 那么这个光 首先进入相当纯净属灵的世界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讲的太古人 然后才开始下降进入下面的世界 这就是下面的经文 王上五章十一节的意思 王上五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 所罗门说了三千个比方 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 他说了三千个比方 那么我们给大家讲了那么久了 什么叫比方 Marshall 比方 比喻 是穿衣服的意思 代表光的下降 那么这个地方的奥秘 是在创造的时候 这个充满的低端的光 在受造界 一共下降了三千个层次 下降了三千层 对呢 是三千个比方 对吧 因为从光耀界 下降到行动界的物质世界 一共有三千层 每下降一层 穿上一件衣服 所以说是三千个比方 这就是为什么灵魂在伊典元里边 需要一层又一层的上升 正如充满的光下降 是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 所以说灵魂上升 需要脱去一层又一层的衣服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先者告诉我们说 先父和摩西 在伊典元顶层居住了三千年后 也需要从死里复活 重新穿上衣服 因为死人复活 领受的光 大大超过伊典元顶层的光 为什么拉比告诉我们 这个先父和摩西 在伊典元居住了三千年 那么很显然是比方 他暗示了三千个比方 对呢 是下面的三层世界 创造界 改造界和行动界 因为一个世界里边有一千层 三层世界 三千层 先父和摩西 在上面居住了三千年的意思 是他们脱去了这三千层的衣服 进入了光耀界 那么死人复活 是环绕光的启示 那么这个启示 对每个以色列人都是相同的光 因为此时的光 是恩受福的光的本质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拉比告诉我们 此时的启示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 这是以色列人在前世通过行诫命 领下来的光的本质 第二个 这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里边神性的启示 因为他们是我种的树枝 我手中的工作 得荣耀 所以说以色列人里边的神性 因为以色列人的灵魂 是神的本质 那么在将来 那么当这个光完全得到启示以后 这个光将超过学习Torah和行出 诫命领下来的光 因为这个光是以色列本质的光 而以色列灵魂的源头 就是耶和华的本质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分享到这里结束 接下来休息20分钟 给大家自由提问 好 大家休息好了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回答问题 第一个问题 Torah和诫命的区别在哪里 那么诫命的话呢 是针对具体的行动 对不对 比方说 实际 不可拜偶像 对不对 要孝敬父母 要守安息日 对不对 不要杀人 等等等等 它是涉及到具体的行动 对不对 爱人如己 等等等等 Torah的学习 主要是概念 就学习概念 对吧 比方说 这个拉比的经典 提问提说 Torah和诫命哪个更大 第一种说法 To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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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eget Kulam 学习Torah 相当于 全部所有 但另外一方面 这样听起来好像 Torah高于诫命 但是Torah 那边另外一个地方说 他说Torah 学习 高过诫命 为什么 因为你只有通过学习Torah 你才能知道怎么样去行出诫命 对不对 因为诫命 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行 对不对 那你要你要行出来 你必须要去学习 对吧 学习怎么样行诫命 那也叫Torah 学习 Torah的话是针对学习 学习的希伯来文叫Talmud Tamud Tamud Tamud的意思就是学习 对吧 所以学习Torah叫Talmud 而这一面的希伯来文叫Mitzvah 对吧 所以说 学习Torah 是针对人的大脑 人的智慧 人的通达 人的知识 是一种 我们叫劳力劳动 对不对 而诫命的话呢 我们叫体力劳动 对吧 就好像在中国的古代也有这种说法 说劳力劳动高于体力劳动 对不对 这个 比方说你当官的都是劳力劳动 这个当兵的都是体力劳动 对不对 所以说 劳力劳动是针对Torah学习 那么体力劳动是针对行诫命 对吧 所以一个是劳力 一个是体力 下面一个问题 水洗和灵洗之间的关系 那么水洗的话呢 就是就是叫那个叫做 就是就是浸在水里边 对不对 比方说耶稣基督 出道以前 他 要施洗约翰 帮他 浸在水里边 那么 等耶稣基督从水里边出来 他们就看见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 仿佛鸽子一样 对吧 所以说他的洗同时就是水洗 和圣灵 同样道理我们也是一样的 每个人 受洗的时候 那么神的圣灵就浸住了我们的身体 一样的概念 所以你说有什么关系 一个是物界 一个是灵界 当你在地上通过水洗 在灵界圣灵就浸住了你的身体 所以说一个概念 对不对 一个是你眼睛能看见的 一个是你眼睛不能看见的 因为你看不见圣灵 对不对 因为你看不见灵魂 你看不见圣灵 你只能 你眼睛能看见的是人 被浸在水里了 对吧 所以说一个是物界的 一个是灵界的 当你浸泡在水里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那么同时圣灵就浸住了你的心 对不对 你说我怎么知道 因为你圣经告诉我们 若非是圣灵感动你 你不可能知道耶稣是弥赛亚 对不对 你今天知道的耶稣是弥赛亚 那就是因为圣灵的原因 人如果不是因为圣灵 他不认识神 下面一个问题 神复活分两批 对的 弥赛亚时代是从第一次来 还是再来算起 那么弥赛亚时代 那么西伯来文叫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整个人类的 这个设计 分为 一个叫做 现在世界 一个叫 将来世界 那么在 现在世界和将来世界之间 有一个中间地带 叫以摩斯哈马西亚 弥赛亚时代 那么弥赛亚时代 是一千年 千禧年 对不对 那么一千年开始 有一次死人复活 一千年结束 也有一次死人复活 对不对 这是启示录给我们挑明的 那么启示录告诉我们说 第一次死里复活的有福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死里复活的是义人 对不对 因为他们能够 穿上新的身体作为衣服 那么第二次 复活的 那不叫有福 那是受审判 对不对 那是第二批 第一次没有复活的第二批全复活 那个就不是祝福了 就不是有福分了 那是受审判 对吧 说死人复活是两次 那么当我们说到死人复活 地亚和美性 那么讲的是第一次复活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阴间和地狱 有什么区别 一个概念 对不对 一个概念 那么西伯来文的话呢 有七种表述 对不对 天堂有七种表述 那么地狱 阴间也是七种表述 比较有名的一个叫做 小 叫 小物 叫 邪欧 邪欧 一般把它翻成阴间 那么 另外一种比较有名的叫 也是阴间地狱 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它有七个名字 还有一个叫做 这个以前我们有 这个东西 它有七个西伯来名字 这是一个概念 你说是不是里边要分成 有可能 但是归根结底 那是人死了以后 去去除你的污垢的地方 对吧 去去除你的污垢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将来伊典园里边 没有动物对吗 因为这个动物的灵魂 和人的灵魂 是两个本质的区别 对不对 人的灵魂 是神的一部分 对不对 这个新闻告诉我们说 黑雷克 阿东奈 妈妈 对吧 这个是那个 哈巴尔的拉比说法 叫 黑雷克 耶路云 妈妈 人的灵魂 是神的一部分 黑雷克 部分 我觉得什么意思 神难道有部分 不知道 这样说的 你说人的灵魂 是神的一部分 但是动物的灵魂 有本质的区别 动物 它有 有 它不可能有 雷克 对不对 什么叫雷克 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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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的一种智力 的一种 分析的能力 思考的能力 对不对 只有人 才有自由选择 只有人 才会做一个 叫道德的选择 只有人有道德的概念 动物没有 动物的话 真的是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填饱肚子 对不对 动物要去杀另外一个动物 他没有其他的动机 只有一个动机 吃饱 吃饱肚子 但是人要去杀一个人 他并不是为了吃饱肚子 有可能是为了仇恨 嫉妒 等等等等 只有人 有神的意识 对不对 尽管是无神论 什么叫无神论 不相信有神 只有人才有这种意识 动物是不可能 没有动物没有什么 有神论 无神论 动物 动物没有这些想法 对不对 只有人才有这些意念 只有人 或者是认识神 承认神 或者是否定神 动物都是知道有神的 对不对 动物没有选择 对不对 但只有人有选择 对不对 所以说动物是没有赏赐的 和天使一样 没有赏赐 你没有选择 你有什么赏赐 对不对 你都是按程序办事情 下面问题 请问火核和柱子 是不是十字架的概念 这个 就不知道 对吧 你说 你说火核 好像是一个横向 柱子好像是一个纵向 好像是个十字架 不知道 有可能 对吧 我们也没有过这个 也没有这个异象 也不知道什么样子 也不知道什么样子 对不对 因为所有这些都是灵界的概念 它不是物质 对吧 这个但一里书说 在他面前仿佛有一条火的河流出来 那叫火核 那么柱子的话呢 这个圣经里面没有挑明 在拉比的这个启示 领受 口受妥然 具体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 对吧 所以说 这个需要进一步的学习 才能知道 下面有问题 你们打发人 窥探 以色列 加兰地 请问 为什么神要吩咐摩西 打发十二个支派 首领 为什么要打发十二个支派 那么简单自变成 因为以色列人进入加兰地 是领受他们的产业 对不对 所以说简单自变成 每个支派的首领 去先看一下 就好像你要买房子 你是不是先要去看房子 对不对 你说我要买个新房子 那你们家里边的一家之主 你是不是要先去看一下样品房 就这个概念 简单自变成 下面一个问题 两批复活都算现在世界吗 好像第一批是弥赛亚 再来就开始了 第二批 做完一千年才复活 然后才是将来世界 那么都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千禅年的本质 是一个中间地带 它连接 现在世界和将来世界 对不对 那么所以说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从现在世界的角度 从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去看 这个千禅年仿佛是将来世界 等你将来进入了将来世界 你再回过头来看 又仿佛是现在世界 因为它是个中间地带 中间地带 下面问题 既然神要领他们进去 为什么还要溃探 那么这个问题 你当然提的很好 这个拉比来提这个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你要溃探 那么溃探的话呢 其实这个在土砂里边 有给出信息 尽管在民书记里里边 告诉我们是摩西派他们去的 但其实在生命记里边 告诉我们是他们想要去的 对不对 他们想要去的话呢 就说明了 他们缺乏信息 对不对 缺乏信息 对不对 就好像你买房子一样 你怕这个开发商骗你 你要去看一下样板 样品房 那你如果相信开发商 你就不用看了 对不对 归根结底是缺乏信息 下面问题 我们学习领受土砂诫命 信佛的也要说行善做好事 他们这里 他们这是交换 而不是认识神 这怎么说 首先 佛教 归根结底 他也是来自于土砂 对不对 佛教印度教 从哪里来的 圣经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 生了 这个首先生了这个以士玛利 成了这个伊斯兰教 接下来生这个以撒 犹太教 和基督教 因为后来以撒 生了这个 这个雅各和这个以撒 对不对 犹太教基督教 那么后来 沙拉死了以后 他又和这个夏家重婚 再婚 复婚 对 尽管圣经告诉我们 叫 克托尔 但那边说 那克托尔就是夏家 又生了很多儿子 圣经告诉我们 这些儿子 他给他们礼物 把他们打伐到了东方 哪里 印度啊 给的什么礼物 那比告诉我们说 给了卡巴拉的奥秘 所以说印度 他们领受了亚伯拉罕的卡巴拉 但他却没有 土耳的简单字面诚 也没有土耳的口受土耳 对吧 所以说你学习卡巴拉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根基 就说你不能够违背 土耳简单字面诚 比方说土耳简单字面诚 不能拜偶像 以及很多诫命 你必须要遵守 那么你在这个框架下 你去学卡巴拉 那么才没有问题 才是符合这正统 那么这些印度人 对吧 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们就就只有卡巴拉 说他们知道灵界的奥秘 对吧 比方说佛啊 什么灵界啊 什么极乐世界啊 行善啊 这都是对的 但是呢 因为他没有土耳 字面简单诚 对不对 说不能拜偶像 那么最后 这个这个人就这样的 你只要没有土耳 你肯定最后拜偶像 不管你是谁 基督教也是这样 对吧 所以你不要说这个佛教 拜偶像 这个基督教也是拜偶像 因为他没有土耳 作为矿教 对吧 所以说佛教里边 我没有研究过佛教 但是基本原则 他讲的东西都是 土耳里边的 来的 对吧 他说那些行善啊 怎么样怎么样啊 轮回啊 这都是土耳里边的概念 他怎么知道 当然是亚伯拉罕给他的 但他为什么成了一个异教 因为他没有土耳的 简单字面成 对吧 土耳的实戒 首先告诉你 你要认识耶和华 你的神 名你出埃及 接下来说 你不要拜偶像 不要做那些东西 他没有这些戒命 他当然会做 对不对 所以说佛教里边 讲的东西 都是来自于土耳 但是呢 因为他没有简单字面成 所以说 他就败坏了 对吧 所以说你说佛教里边 讲的好像 你说我们今天讲的 怎么讲佛教 不是我们讲的像佛教 是佛教就来自于 土耳的奥秘成 下面问题 千禧年圣殿会重建吗 那圣殿会重建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第三次圣殿 那么你说是人建还是神建 那么地上人也建 天上神也建 最后这个圣殿会从天而降 就说白了 这个以色列人 在旷野建的藏目 后来所罗门时代建的圣殿 它都是按照天上的样式 先是天上有了一个圣殿 那么地上 才会建造一个圣殿 那么千禧年的时候 那么天上的圣殿会下来 下面问题 如果神是超越时间 那对于神来说 任何事情都是意料之中 那为什么 神还会有喜悦 愤怒 忧伤情绪 全知全能的者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 那对啊 是这个问题 就说 所有这些 神发露 神喜悦 忧伤 对不对 右手左手 神的头 神的眼睛 神的耳朵 鼻子 神坐在宝座上 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人的语言 都是比方 神不可能有这些特性的 对不对 神是自由拥有 这个超越一切 怎么可能有这些东西 这都是低端的启示 为什么 因为土耳朵 是用人的语言 对吧 上个星期我们给大家讲 这个 就好像 如果 神要把他真实的情况 告诉人 人根本就听不懂 没法听懂 听打个比方 这是这个哈巴最喜欢打的比方 就是说 比方说 爱因斯坦 对不对 他的相对论 这个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搞明白的 对不对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那么 有一天 他的孙子 幼儿园 小朋友 两岁还是三岁 几岁不知道 对不对 要和爷爷 要叫爷爷 那么 爱因斯坦正在思考 这个相对论 那么这是要和他的孙子 要交流交通 那你说 爱因斯坦怎么样交流 难道是爱因斯坦 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给他的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说 孙子起来 我来跟你讲一讲 这个相对论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跟你说 他能听明白 这个小孩子说 爷爷 爸 可能话都不会说 同样的道理 神要给我们启示 他的真实面貌 你说我们能明白吗 一个血肉之躯 你明白个什么 明白 就像这个爱因斯坦 这是个相当粗糙的 一个比方了 那爱因斯坦怎么样 和他幼儿园的 这个小孙子交流 爱因斯坦 他必须要从他的书房里边出来 从他的椅子上下来 那怎么样 他要跪在地板上 爬在地板上 对不对 装的一个很傻乎乎的样子 他的两岁的孙子眼前 做几个鬼脸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木头做的小火车 推来推去的 那么这个时候 爱因斯坦的一个同事进来 看这是爱因斯坦 这是我们这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科学家怎么在地上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你今天学土啊 学圣经 你说这是什么 神怎么可能有喜悦 怎么可能有愤怒 怎么可能有忧伤 那是因为神为了和人交流 他必须要降杯 要下降 要穿上衣服 要打比方 要用人的话 在人的层面 才能与人交流 那么创造天地的神 当然不可能有喜悦 也不可能有愤怒 也不可能有忧伤 也不可能有其他的 这些人的东西 对吧 就这个道理 下面一样问题 给对象传福音 然后取他符合圣经吗 是否违背传福音的道理 这个没有这个信 这个要想的太多了 对不对 圣经说你要传福音 你要传福音 传了福音 你要取他 这个没什么 这个就是诫命 对不对 你要生养众多 这个没什么符合道德规范 这个 这两件事情都是符合妥伦的 首先传福音 这当然是符合妥伦的 因为圣经说 你们要做外邦人的光 你传福音 对不对 你要取他 你当然要取他 取他干嘛 生养众多 行出神的诫命 这完全符合的是妥伦的诫命 这要给你加分的 下面问题 请你分享一下 那个星期一见以色列士兵的情况 没有 可以吗 这个也没什么好分享的 这个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分享的 这个东西该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估计就大概讲了一讲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远离邪恶有什么好办法 如何分辨远离邪恶 那么所有违背土耳的都是邪恶 都是邪恶嘛 恶 只要是土耳说不能做的 那做了 那就是恶 要远离他 你自己不要去做 对了 怎么样分辨 你学习土耳 土耳说不能做的 那就是不能做的 那就是恶 你要远离他 下面问题 从上节课 Elohim是不是可以代表耶稣 当然可以代表耶稣 对不对 Elohim不单单可以代表耶稣 我们每个人都是Elohim 对不对 这是四篇八十四篇 相当有名的经文 对不对 Attend Elohim 你们都是Elohim 对不对 都是Elohim 下面问题 那耶稣的定时之下 从事里复活 是不是就让我们信他的人 领受环绕的光 是不是圣灵赐下来的意义 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 指的是什么 那么 首先 最简单的字面词 耶稣定十字架 从事里复活 是证明他是弥赛亚 证明他弥赛亚 这最简单字面词 对不对 在那以前 门徒不相信他是弥赛亚 他从事里复活以后 大家就相信了 对不对 所以说最简单的字面词 定十字架从事里复活 那是让人信他是弥赛亚 那么 外邦人信他是弥赛亚 有什么功效 圣经写的很明确 外邦人通过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 你就成为了以色列人 这圣经简单字面词的告诉我们的 对不对 信他是弥赛亚 你就成了以色列人 那么 那么刚才按照我们刚才的说法 领受环绕的光 这个环绕的光不是领受的 这是白白给你的 因为当我们说领受的话 这个你要付出努力 比方说 学习妥赛亚你是要付出努力的 行出诫命也是要付出努力的 对不对 但是环绕的光是白白给你的 为什么是白白给你的 你得到了环绕的光 并不是因为你 这个学妥赛亚以后 并不是因为你行诫命 而是因为你是以色列人的本质 对不对 这个意思 因为你是以色列人 你就能得着环绕的光 这是白白给的光 这是最高的光 对不对 当你说这是因为信耶稣 你可以这样理解呀 对吧 因为本来你没有这个光的 因为你信了耶稣 你成了以色列人 你有了这个光 那话说回来了 你今天能够信 是因为你本来就是以色列人 对不对 并不是因为你信了耶稣 你才成了以色列人 应该是反过来的 因为你是以色列人 你今天才信了耶稣 对不对 神的做法是很奇妙的 很奇妙的 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 是指什么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还要学习 下面个问题 神复活 是所有以前死的人 都要像以色列所说的一样 都要重新复活 接受神的大审判 还是最后一次机会 那么 这个死人复活没有机会了 对不对 没有机会了 人死了以后就没有机会的 那么死人复活分两次 第一次是义人 第二次是千禧年以后 所有人都复活 这是大审判 没有机会了 下面一个问题 今天恍然大悟 有时候遵守 有时候遵守 诫命习惯了 就慢慢忘了 得救是本乎恩 然后律法才开始 逐渐引人 不适 变得生硬 严苛 然而恩典 作为不可 或缺的条 合者 必须时常记念 基督上十字架的恩典 这或许就是圣参的意义所在 下面问题 请问 集体灵魂是什么概念 如果有以色列的集体灵魂 是不是也有中国的集体灵魂 张家王家李家的集体灵魂 什么叫集体灵魂 最简单的理解 比方说 神最初 创造亚当夏娃 对吧 亚当夏娃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亚当夏娃当时是一个人 神照男照女 但是是男女同体 对不对 然后 神将他的气 吹进了 亚当的身体 他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 那么这个灵魂 是神的一部分 对吧 这个和造其他不一样 造其他的 所有的万物 包括动物 都是神说要有就有 造人是不一样的 造人 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说 神说要有人就有了 人没有那么简单 对不对 造其他的动物 活物 花草树木 都是神说要有就有了 通过说话 创造的 但造人 是神将自己的气 吹入人的身体 那么这个气 是人的一部分 而是神的一部分 对吧 所以说为什么说 人 是神的一部分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 这个灵魂进入亚当 那么亚当 接下来 生养众多 对不对 那么 生了这个 当然就生了两个儿子 后来又死了 但最后生了这个赛特 又不停的生 对吧 也就是说最开始 就是两个人 但有两个人 最开始一个人 后来分开了 分开了 分成男女 然后 然后 这个 生养众多 那么我们今天 所有人 这么六千年 这个 就我们今天 就是几十亿人 对吧 你说六千年 那么这些灵魂 是哪里来的 那么这些灵魂 都不是神 重新吹气 吹出来的 这些灵魂 都是来自于 亚当夏娃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 每个人的灵魂 都是当初亚当夏娃的 一部分 也就是说 这个最好的比方 就是关于树 对吧 你看一棵树 树 首先是树根 树根是隐藏在土壤里面 你看不见的 那么树根 然后是长的是树干 对不对 树干 就长树枝 你看那个树枝 它不断的分 但是同一棵树 对吧 所以为什么 这个英文叫做 family tree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 是不是叫家庭树 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那叫family tree 就说 整个家庭就是一棵树 树枝不断的分 那么人的灵魂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 对不对 不断的分 不断的分 不断的细化 就好像中国有种说法 对吧 比方说你姓张的 姓王的 姓李的 说你这个500年前一家人 就是个概念 500年前就是一家人 只不过你不断的分 对不对 你这个第一代生了两个儿子 第二代两个儿子又生五个儿子 不断的生 不断的分 数只啊 对不对 不断的分 不断的分 但你的灵魂 不断的分 灵魂不断的分 不断的分 所以说全人类的灵魂 都是一个集体灵魂 都是亚当下王 最开始 所以为什么圣经说 因为一个人犯罪 所有人都犯罪 你说开玩笑 这个六千年前亚当下王犯罪后 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简单自然是你没法理解 你说我都不认识亚当下王 对不对 我从来没有犯过罪 对不对 你说这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 多么的纯洁 对不对 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那么纯洁 他有什么罪 他有罪了 因为他的灵魂 是亚当下王的一部分 对吧 一个整体犯罪了 所有的部分 这个组合 都犯罪了 就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 同样的道理 为什么说 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顺服 所有人都顺服了 也是一个概念 因为他也是集体灵魂 那么他的集体灵魂还高于亚当的灵魂 对吧 也就是说亚当的灵魂是来自于耶稣的灵魂 弥赛亚的灵魂 对不对 因为在卡巴拉里面我们知道 这个以色列的集体灵魂叫哈亚 而弥赛亚的灵魂叫耶稣大 什么叫耶稣大 耶稣大的意思就是独一 独一的意思 也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树 对吧 以色列 是树干 弥赛亚 是树根 是树根 整个人的灵魂就好像一棵倒立的树 对不对 这个在地上的树是树根在地上 那么树往天上长 但在灵界的话是倒立的 树根在天上 弥赛亚的灵魂是树根 同一个根 一个根 从这个根长了一棵树 树干 这个树干是以色列 那么从以色列 长了十二个支派 十二个支派 这个西伯来文叫 或叫马特 这个西伯的也好 马特也好 它的西伯来文的意思 都是树枝的意思 也就是说 十二个支派就是 十二个树枝 对不对 这十二个支派 又不断的分 我们今天的灵魂 其实都是以色列的灵魂的一部分 它不断的分 对吧 那么在源头 它是一 对不对 就好像你这个张家王家李家 五百年前是一家人 就这个概念 你回到五百年前 可能就是一家人 对不对 你都姓张 都姓李 都姓王 不断的分 这个生养众多 对不对 那么五百年以后 一千年以后 那就是大家都不认识了 但其实源头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树根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 在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他说 弥赛亚是头 那么教会是身体 都是肢体 对不对 因为你是 你都是一个身体 因为你是一个灵魂 就是亚当的灵魂 对不对 所以说 为什么要爱人如己 就这个道理 因为你爱人如己 爱你 你爱他人 如同爱自己 对不对 就好像你自己的身体 比方说 你的右手 切菜 不小心把左手的手指给 切伤了 那你说你这个左手 要不要报复右手 再把这个右手 把它切伤 对不对 你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右手 把左手切伤了 你右手也在痛 最后痛了 都是你大脑在痛 你是一个身体 这就是为什么要爱人如己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数字 但其实是同一个身体 对不对 你的弟兄把你得罪了 就好像你的右手 把你的左手给切伤了 难道你的左手会报复 把右手也切一刀吗 没有人那么蠢的 对不对 没有人那么蠢 那是因为你有清晰度 你今天那么蠢 是因为你没有清晰度 你不知道 你以为 那个 你利于那个人 和你没有关系 那其实在源头 都是同一个灵魂 同一个身体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陀拉说你要爱人如己 你简单字面上 你搞不懂 我为什么要爱人如己 但是在奥秘城 因为你是同一个灵魂 你今天 就好像毛细血管一样 你是个毛细血管 对不对 源头是一个源头 对吧 这就是集体灵魂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人 对不对 就是一个人 我们今天每个人修补 都是修补当初亚当夏娃 因为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 而亚当夏娃就是第一个以色列 对不对 亚当夏娃就是第一个以色列 下面有问题 谢谢圣经 神的大能 行神迹 行大骑士 医病赶鬼 神复活 现在的拉比 犹太义人 基督徒 有这个大能吗 是有了耶稣生命和光 是被神的圣灵 充满能行出神迹吗 那么 神迹的话呢 是最低端的 追求神迹的人 一般都是没有信心的 对不对 所以说 说为什么 在 耶稣 时代要行很多神迹 因为那个时候人的生命很低 对不对 那么生命高的人都不需要神迹 但你说 也不一定 有的人 这个生命高的神迹 跟他来 这个要看 就说 有个最简单的原则 你刻意追求神迹的 你没有神迹 你不追求神迹的 神迹会跟着你来 最简单的 这个道理就是亚伯拉罕 我们想给大家讲过 亚伯拉罕 被这个灵路抓住了 问他 你是要信独一真神 还是信我这个灵路偶像崇拜 亚伯拉罕说我信独一真神 我不拜你的偶像 灵路说很好 这个地方有个火炉 你要是拜你的耶和华 我就把你扔到火炉里边去 亚伯拉罕说没问题 我令死不去 说亚伯拉罕就做好了 要寻到的这个 这个准备 结果 灵路把他扔到火炉以后 神给他形成一个神迹 亚伯拉罕就出来了 这个没有死 好 这个时候 亚伯拉罕的兄弟 罗德的父亲 对不对 哈兰 灵路问他 哈兰 你是什么态度 你是站在哪边 你是站在亚伯拉罕那边 还是站在我灵路这边 你站在我灵路这边 我给你荣华富贵 对不对 我让你做这个中央领导 对不对 我让你做这个国企的这个 这个一把手 你如果站在亚伯拉罕那边的话呢 那我就把你扔到火炉里边去 那个 那个哈兰他说 哈兰在这以前 就打了小算盘了 他说我要看 如果亚伯拉罕被扔进火炉 出来有神迹 那我肯定姓神啊 对不对 但亚伯拉罕如果被烧死了 那我肯定姓灵路啊 对不对 这个中央 我当时一个中央官员 这个不挺好的吗 好 那个亚伯拉罕出来没有事情 那么这个哈兰很开心 他说我当然信神了 开玩笑 那么大的神迹 你又说很好 扔进火炉 结果当场烧死 为什么 那比如说很简单 其实耶稣也这样说的 那些追求生命的人 恰恰没有生命 那些为了我的名 不要生命的 我偏偏要给他生命 同样道理 那些追求神迹的人 我恰恰没有神迹给你 那些为了我的名 不要神迹的 我偏偏要给他神迹 对吧 所以说你不要去求神迹 你求神迹没有神迹给你 但是你真的信靠神 你不要神迹 神迹会跟着你来 下面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 如果灵魂很多碎片组合而成 那精炼的过程 是不是把邪恶的成分去掉 除去的是永远 对的是这样的 对吧 因为这个灵魂的话 有很多污垢污污秽 对吧 所以说今天有那么多恶人 好人 就这个道理 对不对 所以说他的目的就是把这些污秽去掉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才会通过这么六千年 那么多人 对吧 有的人是亚当的好的部分 有的人是亚当的不好的部分 那不好的就是恶人 对不对 那么最后的话呢 在这个地狱里边 把他活活的烧死 好 下面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灵魂是神给的 属于神的 所以说我们都是神是对的 对的 当然是对的 对不对 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诗篇84篇说 你们都是神 这个地方是附属 你们attain 你们都是神 好 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结束 接下来 我们来做一个 散会的祷告 好